李赛高到现在立下的最大功劳 莫过于翻车后的他垂出了这幕后大牢 李赛高如今在大火星中 大都被打上了亨利集团小头目的标签 也使得他的账号被短暂封停 但之后又鬼使神差重出江湖了 不仅发了段澄清视频 还让有关部门给自己打证明 但这个证明反倒引火上身 因为这样一个官方平台 给出的证明中竟然存在 错别自这样的低级错误 而瓦邦之音公众号上 一篇署名为瓦邦新闻局的文章 也在为李赛高丽政清白 但在这篇辟谣文章底部 瓦邦之音依然不忘给自己的广告为招作 而点开瓦邦之音的公众号简介时 又发现了这家号称瓦邦新闻局的机构 注册主体竟然只是一家企业 名叫中国宁波高新区黄荣新材料有限公司 但这家公司主营电热绝缘新材料 光伏材料 电热元器件 耐火材料的研发和批发 这样一份别角的洗白材料 不禁让人一头雾水 而据神秘网友曝光的采访图片中 之间瓦邦的学校十分简末 墙面上也只简单刷上了均绿色颜料 学校人员透露说因疫情原因学校并未开学 只是在做一些准备工作 还为李赛高证明说他在学校表现十分优异 也希望能早日还他们一个清白 倘若他真是被冤枉的 那视频中那点机身和女孩子的尖叫声 又该如何解释呢 但更劲爆了 还在后头 有网友爆料 吴嫂的身份其实也不干净 和柬埔寨小六一样 都是臭名昭著亨利集团的意愿 但最后因为分赃问题 吴嫂动了他人的蛋糕 就狠心被坏人收拾了 但这个消息确实有点遗弃 真实性还有待考究 还有网友梳理了 近期存在重大嫌疑的网红们之间的利益纠葛 柬埔寨小六和周瑟同属马仔 吴嫂也是但他人狂 一个人投30万而吴嫂一人拿走了20多万 正是这样的做法让吴嫂难逃一劫 马仔上司又是家人 凡事都需要向他汇报 小六直播那天家人也在 就是为了监视他 家人也并不像他所说那样 不认识李赛高 相反两人不仅认识还属同一个部门 两人还有个顶头上司叫陶欣甫 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目了然 还有网友曝光了亨利集团抓人头的价格 中国人在那边十分抢手 一个人头就卖到一万美金 折合人民币下来高达七万元 还有网友分享了做自己的亲身经历 说身边有个朋友就被高薪诱惑去当了厨师 到那边后才发现上当了 刚准备离开就被抓去卖到园区做网络诈骗 虽不能确定这是真是假 但有一点十分确定 那边诈骗公司林立 还与不少人都遭到了非人的虐待 试想一下 从事诈骗的公司又怎会善待自己的员工呢 抛开吴嫂的真实身份不说 希望他还能欣赏到这世间的风景 但此前和吴嫂关系密切的小六 处境可就不一样了 你以为小六是被通缉的诈骗犯英廷儒 但他更有可能是在逃人员张海娇 有网友巴出 柬埔寨小六还有一个公司账号 名叫简单传媒 经过一番查询 这家公司合作人之一就有个叫张海娇的 而这正有可能是小六的真名 除此之外 小六有位经常出现在视频里的男子 也是一个通缉犯名叫刘永贵 两人不能说是一模一样但也毫无差别 小六自称下周回国 还特地挑了特价飞机票 不由得引人深思 他不是三家公司的老板吗 他不是有三十多万美金存款吗 连回国需要的七万元都掏不出 实在是太过蹊跷 而有网友大胆推测说 小六之所以匆忙决定回国 就是为了保命 因为亨利集团已经开始积演了 而小六能肆无忌惮回国 是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表明他与受害者有关系 为此小六还晒起了自家猫 走起了煽情路线 说当时他救助了一只小猫 没想到后来小猫的妈妈也跟着找来 到现在猫妈妈和小猫都由他照料 在一般人的价值观中 会救助流浪猫的人心眼又能坏到哪去 但小六的猫眼神让我有点害怕 也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小六的上司周四 有网友扒出了小六和周四同框的视频 视频里小六是点头哈腰的 周四看起来一副居高零下的模样 疑似典型的上下级关系 而这周四是出了名的眼神凶狠 直播时不仅眼睛不带展 还时不时露出阴间歪嘴笑 一看就让人毛骨悚然 这也直接引来周四账号被封的结果